習慣慶是劍的 分享時間的關係 你想直接切入主題 因為前面兩位老師已經把整個問題意識分析得非常清楚 但是在我們切入到團IZ庫的一些 現在目前拋出來的基本要求之前 我們還是稍微看一下 回顧一下一些結構性的問題 請到下一個 我們這些都看表 這個表當然剛剛王委員有提到就是說 我們的20%的大腦指數 重分配的這個 或者說所有的差距 主要都是靠福利支出 來做這個重分配的工作 所以整個稅支現在目前的問題 就是對皮膚差距的這個縮小的效果太小 這是第一個我們必須要有認識的 第二個再來看我們的課稅的收入結構 請到下一個 這個表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 就是說我們現在的財產稅 跟移轉稅及其他 移轉稅大三分是移證稅的部分 財產稅就是土偵稅、房屋稅等等這些 持有稅以及交易稅的部分 或是一些財產交易所的部分 長期來講都偏低 我們現在的所有的 大部分的這個特稅收入結構 都是來自於所有的稅 那麼直接稅的部分 營業稅也因為整個 國際環境WTO加入之後 關稅也要降等等 還將最近這幾年政府 比較常在調降貨物稅的部分 所以比重來講的話 已經逐漸下降了 現在如果再科一個奢侈稅 是符合這個營業稅的目的的話 它所能夠發生的效果其實也很小 那麼另外一點 必須要跟大家報告就是說 直接稅的部分 通常有很多是來自於地方 那麼現在科了一個 車子稅之後呢 由中央來代替地方 然後再用這個中央地方統 所分配的方式給地方政府 最後面會得到的結果是 克到的部分 最後面也會還到那位市區 那這個是第一 我們如果要談 車子稅是為了要促進 所得分配的改善 要幫助中南部的話 這個稅到最後面發現到 收回來跟發出去 中間的結構是沒有辦法達到這樣子的一個目的 那再過來的話 我們稍微看一下下一個圖 這個是08年的 因稅 因那稅的結構 因那稅的如果這張預扣的來講的話 就比較像 剛剛王委員所提到的那個 天下雜誌的那張 那我把它出分為A類所得跟B類所得 A類所得就是 經濟行為人大致上用自己的勞務 所換取的報酬來講的稅 包括銀利所得 執行業務所得等等 薪資所得佔大部分 那B類所得通常就是透過 資本所得到的報酬 再來講納稅 包括利息所得等等這些 鼓勵所得 那特別是 如果能參照著看 剛剛的資料裡面23頁 王委員所提到的這個 天下雜誌的表 我們會發現 有一個東西特別需要 重視的就是我們的財產交易所 佔我們的所得稅的份量只有0.26% 所以你把財產稅佔整個國家稅收的比重 再看財產交易所的佔所得稅 請到下面 未來的這個稅制改革的方向 第9月下面的這個部分 再到下一頁去 謝謝 再到下一頁 好 所以我們直接來切入這個 我們現在對於稅制改革的一些想法 第一個從大的結構上面來看的話 國家的稅收 我國的稅收 應該要朝向擴大產產稅的課稅 稅集 這個方向來回避 那麼第二個 在這個前提條件成立之下 進一步的我們認為說 中所稅的累進的功能 應該可以再強化 我們中長期還是希望能夠減少受薪階級的負擔 第三個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呼籲 就是希望不管是現在的執政黨 或是未來國會大選裡面兩黨所提出的訴求 在稅改的這個議題上面 我認為應該要正本清援 開大門走大陸 那麼降低稅收的行政成本 我們現在看到的很多現象是 因為課不到富人稅 所以附加了很多 算整個總稅收 其實不是很大的這些奇奇怪怪的迷路的稅 像這次的奢侈稅 或是建法的所謂的補充性所得 如果這些東西要做的話 我們認為不如就從提高財產稅 跟剛剛朱老師所提到的 提高中合所的稅裡面的財產交易所 這部分的課稅基礎 所以我們認為說 這個部分來做的話 以目前剛剛所提到的 舉債的情況已經非常的嚴重了 那麼再加上未來高齡少子的話 事實上也會面臨到壽星階級 所謂的我們廣大的壽星國民 這個數量可能也會向下降底下 不然是經濟發展或是財政 或是社會福利這部分的支出 都會進一步的 這個壓力會越來越大 所以真的是有必要在這個時間點 提出這樣的呼籲 來預備我們中長期的一些財政的資源 那麼所以請大家看到最後第10頁的短中長期的 我們現在目前所希望主張的一些訴求 第一個就是 針對財產稅的部分怎麼樣提高呢 我們認為最起碼應該先從 這個土地跟房屋相關財產稅 是來進行全面的檢討 那麼剛剛執行長以及蘇教授都有提到說 奢侈稅如果真的要對譬如說 這個豪宅沒有辦法納入奢侈稅的情況的話 我們認為就是說 其實把非資用住宅改用時下來可稱房屋稅 就是提高持有稅的這個部分 就可以相當程度來抑制養地的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這個財產養地的這樣的一個現象 那麼至於這個持有稅的這個部分呢 其實還可以再做很多 兼具公平性上面的設計 譬如說你的非資用住宅棟樹上面 我們可以來做一些思考 區段我們可以來做一些思考等等這些 其實只要逐步來拋出這個議題 來開始從現在的所謂的這個公告限制的部分 把它改成實價的話 我們相信會有一定的一個效果 那麼第二個也是剛剛 剛剛王偉王老師也有提到就是說 自從移證稅調降之後呢 這幾年透過鄭宇方式來移轉房地產 來規避所謂的土增稅這個部分 事實上是蠻普遍的 所以為了進一步落實財產稅稅跡擴大的部分 我們認為說短期還是要推動實價來作為 課程土地增值稅跟房屋財產交易所的稅的一個基礎 那麼至於說房屋如果因為正義行為 而沒有辦法取得實際價格的話 其實這個也有很多配套的方式可以去處理 包括說運用這個區段的這個平均的實價來做課程 都可以來進行這個舉證的這樣子的一個工作 那麼所以我們也呼籲內政部呢 在短期之內呢應該來推動房屋跟土地移轉登記 能夠來強制減負它的實價資訊 畢竟以國內經濟發展的一個目前的現況的話呢 不動產的交易通常都還是由中介機構來執行 所以這個部分來講 我們相信在推動上面應該不會有太大的困難 那麼中期的部分就回歸到 怎麼樣落實到財產交易所得 納入中和所得稅的這個部分 那這部分來講的話我們認為呢 第一個 我們現在目前面臨到的結構性的原因是 高所得者呢 比較會利用所謂的 中所稅跟銀所稅之間的這個稅率的差異 然後把本身的一個個人所得呢 轉到這個所謂的銀利事業所得的這個部分 來規避相關的課稅 那麼甚至呢 公司呢可以透過擴大保留盈餘的方式 從資本市場上面去提高它的收益 那畢竟這個部分的資本利得現在是不課稅的 所以我們認為 中期的部分呢 至少目前可以先從 推動法定的保留盈餘以外的盈餘 來強制分配 來進行這樣的一個動作 那麼只要這個動作可以做的話 我們就可以進一步來思考 是不是可以配合來取消 然後未分配盈餘的課稅這部分 真正去達到正本清源 那麼清稅減證了這個部分的一個東西 那麼當然很多人會認為說 這樣子的一個動作會不會影響到企業的籌資 那麼我們這邊也提出說 只要主管機關能夠配合來發展國內的債券市場 擴大整個企業在籌資 在直接金融上面的一些管道來看的話 基本上企業是不應該保有那麼多的保留盈餘 因為這變成是少數的經理人 或是這個董監事 在替廣大的這個股東來做決策 那我們認為說 只要這個企業的社會責任在現在這個時間點 還沒有一個很廣泛的推動底下 我們認為還不如企業有盈餘 就趕快發放給股東發放給國民 那這個部分也會增加在所得稅上面來講的話 會增加所得稅上面的鼓勵的收入 那麼最後也可以減少在資本市場上面 因為這樣子的一個租稅的歸幣 而逃漏稅的這樣一個現象 最後面長期 我們認為還是要把這個證券跟期貨的交易所得 納入中的所得稅中的財產交易所的這個部分 那只要這個東西可以進來之後 我們認為也可以去配到修訂所得的集聚跟稅率 也就是說在所得分配的前半段 比較靠右邊的低所得這邊的稅率可以稍微低一點 那累進的這個稅率的這個部分 它的累進性到最後面可以高一點 這樣可以來提高高所得的這個邊區稅率 降低所得的邊區稅率 來作為一個中長期的一個改革目標 所以台灣支付在這一次針對稅改 超越所得稅稅改不容迴避的這個議題 我們主要的主張是認為 中長期來講還是要增加這個財產稅的課稅稅基 然後進一步來調整什麼中二所得稅裡面 跟針對這個財產交易所的這個部分來進行著墨 那我們也呼籲國內的學者 還有包括就是說主管機關這邊 可以來認真的思考這樣的一個問題 謝謝 非常感謝這個呂質詢委員代表台灣智庫 提出了我們的一個嘗試 我們希望來面對稅制不公的這個根本性的問題 那我們希望拋磚引玉 提出我們對稅制改革的主張 希望能夠促進社會更進一步的 這樣來討論 因為我想國家的這個重擔 不能只是靠壽星階層來卡 我們希望說能夠透過稅制改革促進 整個這個所得的重分配 那麼來建構一個互助的和諧的團結的社會 所以接下來我們要請我們 這個就業與社會安全組的召集人 呂建德 呂教授 那麼來進一步為我們來分析 其實在整個貧富差距的一個大環境 是在整個全球化的這樣的一個脈絡裡面 那麼到底政府的角色應該在哪裡 政治部門的政治領導的角色 他應該怎麼樣來承擔 那麼如果政治領導逃避這個根本性的政府的責任 跟角色的話我想承受這樣的後果跟痛苦的 就是廣大的人民 所以接下來我們請呂教授 我們的呂造極人來進一步為我們分析 國家角色的這個詩能 請呂教授